但是刑事局说竹联邦跟人蛇集团勾结 又扮鬼又扮神的 这让统促党主席张安乐火大爆料 说当初报案时刑事局是一度不受理 他更惊爆内政部长徐国勇 当初是靠竹联邦的东堂起家 那么客问者也炮轰 说警察在机场举牌子 国家的解决办法是这样子的话 也太好笑了吧 台湾将近有3000人滞留柬埔寨 不少人遭诈骗零月 慈激透过佛照组织就回两名台湾人 连竹联邦跟统促党都帮忙救出20多名受困台人 当慈激黑帮都跑在政府前面 政府到底在干嘛 让他去刑事局报案 重点在这里刑事局不受理 刑事局说上面指示不能帮统促党造势 你们做了什么事情你们救出谁了 刑事局推给外交部 外交部推给刑事局 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好意思 警方说竹联邦跟人蛇集团勾结 既是鬼又扮神张安乐痛骂 那他干嘛叫人去报案 帮忙救人却被泼一身脏水 他火大爆料投出核弹 我们还帮助刑事局破案 现在跑来说 我们跟什么东唐勾结 我告诉你 许国勇靠东唐起家的 在民进党他参选 先议员的议员的时候 人头党员找到东唐 找到捍卫队 人头党员然后过了初选 这就是许国勇 跟东唐勾结是你们的老大 把他抓起来许国勇 加油总告我毁谤 台湾诈骗仲介直接约在 速食电焊被害人签约 甚至亲自去机场送机 警方不去抓 推出的最强解决方案 竟是要远警在机场举牌 警告出国者 还要署长去巡视 通知媒体去牌 怎么会是警政署长到机场 然后看警察举牌 这哪一门子的 怎么会国家提出的 解决办法是这个样子 这实在是 太无言 太好笑了 用这个处理方式 这个太好笑了 那为什么不叫 魏乾隆叫桃园队的 美女啦啦队来举牌 还更多人看 台湾的年轻人 一批一批被骗去柬埔寨卖 蓝月炮轰 一见台湾往欧美发展 为何现在沦落到 去柬埔寨 民党的新南向政策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笑话 不知道现在在干什么 你的子弟在柬埔寨 可以这样子对待 你怎么连屁都不坑一声 外交部长在干什么 总统府在干什么 全民纳税给政府 但人是辞机救的 BNT是辞机买的 抓假消息 警方吓吓叫 抓侦诈骗 警方只会狂举牌 这款政府 百姓情何以堪 这有张商门的一玄 SNG小组台北报道